海星中学国中部的戴军 参加102年全国语文竞赛 夺得太鲁格语朗读国中组第一名 戴军说平常在家都有跟父母亲 一起用太鲁格语交谈 所以出赛前只是二补了一下 没想到自己会拿到全国冠军 毕竟很有经验的 从过一小四年级就一路比上来 但是其实对于我讲的内容 其实我不会太紧张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老师也陪伴他 那他真的就是舞台型的孩子 所以他一上了舞台以后 就非常的表现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积极 所以他也就顺利的 就能够拿到全国的第一名 戴军说竹语对他来说很重要 并期待自己也可以教学竹语 而学竹语最大的关键 在于多跟老人家互动学习 都跟老人家互动的话 这样子才能 就是把你的那种本土的气息 才能在场上展现出来 海星中学很重视学生多元发展 所以在学生竹语学习上 有老师一路陪伴 校长孔令坚表示 多元的学习发展 除了开课学竹语以外 学生舞蹈比赛 高中指团体 甲组民俗舞蹈 也有不错的成绩 还有团体啦啦队 在全国也有亮眼的成绩 节奏 音感 舞蹈等等都是 所以我们的合唱团 我们的啦啦队 我们的排球队 我们的田径队 几乎都是原住民孩子的影子 都是原住民孩子的生意在这里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 这些孩子需要被照顾 而目前花莲海星中学 也设立原住民专班 以文化音乐为办学理念 传承原住民传统技艺 希望将文化向下扎根 记者综合报导